倒数关键时刻 大家都在拼团结 前总统马英九 过去的支持者却很心疼他 觉得他是被国民党切割 原因是马英九 他接受德国之声专访的时候 聊到了两岸的敏感话题 当中提到他认为 应该要必须相信习近平 那包含这件事情引发争议之后 现在就被发现 他这位党内大咖 没有要出席 来迎今天晚上的选前职业活动 包含这个媒体人黄伟翰 他现在也站出来了 说马英九前两天才自掏腰包 帮国民党打广告 现在确实被当成麻烦 直接被取消出席 简直是真心幻觉情 不过马英九今天本人呢 邦思佳的候选人站台 他有解释 他说他不是被取消 而是没有受邀 他们觉得委屈 马英九加油 选前最后阶段 前总统马英九一早为立委候选人 赖世宝站台车扫 但日前接受外媒专访时谈到两岸关系 要相信习近平引发争议 乍上不会出席 蓝营选前职业 让外界质疑马前总统被切割 强调自己不是被切割 更澄清没有被取消出席 是一开始就没受邀 但资深媒体人黄伟翰还是在脸书上替马英九报区 说这事用真心换绝情 在马前总统自掏腰包刊登广告 却无法出席选前职业 是被当麻烦看待 国民党政府总统候选人回应保守 强调一切尊重党中央规划 党主席朱立伦出席造势 同样被问到这个问题 党内大咖纷纷跳出来澄清 并非切割而是出于善意考量 选前最后关头 任何敏感话题都得谨慎回应 华氏新闻综合报导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